拼读速记 知常男单词该怎么样去拼读 怎么样去记忆 方法来了 同样还是先把一个单词的原因给他找到 也就是说你只要看到一个单词 先把原因给他找出来 这个单词中有三个原因 找到原因之后呢 需要把音节给他画出来 注意画音节怎么画 找到一个原因 然后往原因的前面给他拉出来一个辅音 这就是一个音节 原因和前面的辅音拉在一块 注意耶耶在结尾 它也是个原因 它是个半原因 当成A来看 它往前拉一个辅音 这就是一个音节 所以说这个单词就有三个音节 音节都给他画出来 画出音节之后呢 咱们需要给他标上序号 从后往前标 123 如果这个单词有三个音节 那么它的重音的位置就在第三个位置上 注意 重音在读的时候 原因的发音是不发生变化的 原因还是发 发A的音 重音读作 发A 注意 弱音的发音是要变音的 字母A在弱音让他要变成呃呃呃的音 因为他的肚子空空 要饿肚子的 因为弱音嘛 比较弱 所以说他要饿肚子 读作 注意 后缀读作 好 连起来 注意 在连的时候 呃呃身后是没有原因的 如果没有原因 他要发他的哑巴音 连起来读作 他用了 p f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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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注意 在重音在读的时候 一定要声音往上提 好 咱们再来看一个单词 看这个单词 首先 还是把原因给它找出来 找出原因之后呢 把它的音节给他画出来 音节分别是 这是一个音节,原因往前拉一个辅音 这是一个音节 注意,原因后面还有辅音的话 一下全部都给它画出来 也就是说找到原因之后 把原因左右两边的辅音都给它合在一块 这就是一整个音节 这是第一个音节 这是第二个音节 有两个原因 有两个音节 也就是中音在2的位置 中音是R 注意字母E在弱音 也就是在后缀上它是要发阿音的 也就是说AEOU 有四个字母在后缀上它都是要变成阿音的 读作L 注意摸摸身后没有原因 所以说要发哑巴音读M LM 联起来是PRO Pro B LM Pro B LM Problem Problem 好了各位,赶紧去练一练这几个单词